大家早上好 你们吃早饭了没 反正我们还没吃呢 正在准备 买了鸡蛋 昨天苹果就一点点坏了这么多 我今天把这个吃了 不吃对人家的心意不好 然后喝咖啡 今天心血来潮化了妆 不然对不起照片都不敢拍 是不是 现在开始吃早饭了 我们俩在吃鸡蛋 他家只有一个小勺子 一个一个吃 他吃完我吃 真的是 这个地方人家也不是到这里来做饭的 那边勺子多是挺多的 但是都用不了 好大勺子 饭吃好了 也得给人家这洗干净了 对吧 给它擦一擦 然后这是我们自己买的黄油和面包 吃了一些 盐他们这里都有 咖啡也有 看糖也有 现在我们已经打包好了 准备出发走喽 下一站是哪呢 现在我们已经出来了 太阳太阳好好 好多不得了 人家在享受 真会享受 我们就是从这条巷子出来的 做的正好是市中心 这是一家 药店 它什么都有的卖 连鞋子都有的卖 本来我们是打算开车走的 但是一看外头这个天气 那里人都在享受 那么漂亮的一个城市 我们说再坐一会儿 再逛一逛 大家看一下这没有 这里头好多鱼 看到没有 很多鱼 好多鱼 全都是鱼 妈呀 全都是鱼 看这多少鱼 很多鱼 我老公也觉得挺样 很多很多鱼 现在我们要到这边去 正好还要买手机卡 因为他们这里的就是 我以为就开几个小时 就过了这个国家 结果要很长时间 我老公说你还是买一张卡吧 因为我没有 妈呀 这个鱼真好 看到这边更多的鱼 看看这个鱼这么多 这个地方 他们摁这个 过马路的是这样子的 一个大圆球一摁 然后你要过去 这里的人 非常遵守交通规则 真的 我们又来到了这里 这个帅哥在唱歌 这里有DM 德国的超市 Leader RD都有 然后现在我们就到这 主街 到上再去逛一逛 早上好凉快 这种凉快好舒服 那么这个房子好有历史感 这里的人都好疯狂 刚才还看见人家喝早上啤酒 这种城市真的好大 他们生活的很舒服 没有那么 就是节奏很愉快的那种 他们是南产型的 享受性的 这真的是一个度假的天堂 看这边都是停车的 热得不得了 这个太阳 公交车 你看这是Flickboot 是德国的一个 很便宜的大巴车 看看等公交 等红绿灯了 你看 过了 现在他们很遵守交通规则 现在来到了 昨天我们逛的市东西 你看 全民都有 看看这边人 他们这里的女孩子 个子都比别的地方高 我记得17年年底的时候 我在这待了三个月 然后他们有市里头 市中心有举行一个什么活动 我想去凑热闹的 结果一点都看不见 个子全都是很高很高的 看看这边 他们这里的个子 真的是相当高 12点不到 我们就开始喝酒了 这个啤酒是可以这样子的 不用搬手 我们坐在外头 外头的人老多了 看看 这是外头的酒吧 是不是很好 太热了 干得要死 所以我要喝酒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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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这个 这个设计的好 太甜 我 我 在这个地方 做个外头 是挺实实的 还有一点 问题是怎么的 他们这里的人抽烟 特别多 比我们住的那个城市 抽烟的多 女的抽得还多 新锁了 我这个比较敏感 会打碰自己 我以前抽烟 但是我闻不了别人抽烟 冲死人的 冲死人的 坐在我这边的女的 一直在抽 一直在抽 这里女的抽 也比男的都能 我老婆说 赶紧去取一点 这里当地的钱 不然的话 给人家小费 都不好改 我们昨天 去的那家餐厅 我们本来以为刷新农卡 可以给他小费的 他说不可以的 但是我们从网上查 他们说这里 就是也不用给小费 他们不喜欢给小费 但是我想想看 谁不喜欢给小费 你给的太少了 那肯定有人家不喜欢 这要给5%到10%的小费 后来我们身上 也没有当地的钱 结果我们就 给了5欧元 喝完酒之后 我们到这边 竟然有 卖水果的地方 像集市一样的 这个倒挺不错的 看一看 卖菜 卖水果 他们当地产的 蜂蜜也挺不错的 这是什么 这是豆角 无花果 15块钱 这个豆角 这个豆角老了 蜂蜜 葡萄 葡萄 桃子 还有花 看看 好漂亮 到这里头来看 卖 好好看 卖豆子的 我看到这家的西红柿好好 自己家长的应该是 我要买点这种西红柿 当水果吃 我挑了4个番茄 他说这里不要挑 因为他摆着的 现在我们找到另外一个巷子 刚才买了4个 这个番茄 花了28块钱 28 是吧 枯呢 这里有很多鸡蛋 It's Aya Yaya Yaya 他们这鸡蛋叫Yaya 卖水果都挺多的 All sell the sell is 这是什么 what is this 啊 this can make the soap 老婆 好的 这边是卖花的 面条鸡蛋的 哇塞 这里真好 我跟我老公讲 我说他们这里的面包 我说等我们老了之后 我们也一起去超市 去菜场买菜 买完菜回家做饭 是不是一种享受 他说好的 很浪漫 这就是我向往的日子 看看这里是卖花的 我先我们卖 看看真漂亮 好喜欢这样的地方 现在我们回到车里 车子晒的肯定热死了 等于下一站 下一站还是在这个国家 看好漂亮 南天 南天闭水 妈呀这里的鱼真多 恨不得跳下去 抓两个上来 今天晚上给它煮了 热的要死30度了 昨天来的时候 乌云就照在我头上下 现在我们离开 这个 这个地方了 看这都是高楼大厦 这边搬到的 这边都是人居住的地方 市里头一般都是过来玩 但是夜里头很吵 所以大家肯定都跑到这层面来 右边呢 它是一个大的那种港 海港 今天天气真的太热了 跟昨天比起来真的天壤之别 楼天天雨下的就有点凉松松 结果今天没想到这么热 你看 这边是大的奶茶 都是 集装箱 这得多大 是吧 container all container 好大 哈温 哈温 哇好漂亮 今天一天挺好看的 这里真的是太美了 我看见海岸线 他们那边就是沙滩 沙滩不是很多沙滩 但是有一种想赶海的这种感觉 我很喜欢赶海 但是我从来没有赶过海 去年的时候就想赶海 结果海水太深了 没有泼泼的地方 就是下不去 是吗 还有个车道 我现在你看准备 都是十度 大家看看 都是海洋 哎呀好漂亮 看看这个地方 度假就来克罗蒂亚 价格又便宜 人又很热情 大家都说英文 读好呀 对吧 图经过这里 你看我们 这里真的很漂亮 克罗蒂亚 上一次来旅游的时候是冬天 冬天的时候真的是 海风吹得你 真的是很冷很冷 真的不想出去 现在夏天真的是不一样 而且气温很高 然后气候呢 它也是不是属于很潮湿的 挺好的 人又热情 哇真好看 我已经被这个国家 中吵了 看看 看这一路这个风景 哇塞 悬崖峭壁 右边是悬崖 开着一个小镜 看一看 哇呀 感觉有点像 看在家都 看一看 像在加利福尼亚 记得吗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看见他们这山上 就是在加了加了福尼亚的时候 我看见有很多的仙人掌 我想去拔的 我老婆说你千万别去 那里头有毒蛇呀 哎呦我说我的妈呀 吓死我了 看到这个地方太美了 赶紧下来一趟 前面那个地方 城堡我们去过 还是冬天的时候 好冷好冷 拍了照片就跑了 今天就是你人 舒服的时候 你看东西的心情都不一样 看所有东西都是美的 看这边它的海景 是不是很漂亮 台南的 那边的小岛 真的是寸草都不生 啥都没有 哎呀 这个风一吹我的裤子 我的不是裤子 我的裙子 它老被掀起来 有点像玛丽联盟路 看看这边 真的很美 克罗迪亚的高速公路上面 几乎是没什么人 真的是一路开 我就一直害怕 跟我老公讲 我说我想睡会觉 我说你能不能好好开 他说我一直好好开 因为路上没车 我怕他打瞌睡 所以呢 哎呀 因为太无聊了 我这样开 他几乎是没人 为什么没人呢 要么就是他们的人少 要么就是高速公路收费太贵了 反正是几乎看不到人 现在我们到住的地方了 刚才出现一个奇葩的事情 我们找这个地址 结果呢 另外一家 他的女人把我们带上去 走错的地方 你们能相信吗 然后呢 我们这儿的房东给我打电话 他说 他说你们人在哪呢 怎么都没看到你们人呢 然后呢 就说你们走错地方了 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找错地方了 然后现在我们到我们家里 给大家看看 哎呦妈呀 这个风好大 把我裙子都扯起来 看 给大家看看这个 小可爱是吧 有冰箱 然后这是卧室 然后这边是 卫生间 卫生间弄得也挺好的 挺干净 他家都是做这样子的 这个地方他还没有结束吧 你看这个地方他都没有弄 都没有包边包起来 看 这个我老公肯定不喜欢 他说头被包里头去了 睡觉的地方 看我在干嘛呢 到了这里就赶紧洗衣服 因为住在那里 有没有衣服可以洗 没有地方洗衣服 也不好酿 所以呢 我就在这儿 赶紧把衣服洗了 我老公坐在阳台上喝着酒 我们这边给大家看看啊 外头的风景可好了 风景老好了 真的 看看人家已经喝上了 看看我们这儿的风景 是不是很漂亮 我都觉得好好看呢 好好看呢 看看 哎呦 是不是很漂亮 我换了件衣服 这里太热了 热得不得了 风又大 关键是我穿的那个裙子啊 它一掀就掀起来 你说屁股都给人家看到了 不好看是吧 所以赶紧把换了 换那条裤子 这样子还好一点 马上准备出去吃饭了 还是早上吃的 呃 面包和 有个咖啡 还有两个鸡蛋 都饿死了 所以我马上要出去吃饭了 现在马上六点钟 现在五点五十九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儿 下一个视频分享 我们在这个地方 吃什么饭呢 看看它的价格怎么样 好了 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